游泳上學去 上課囉 小朋友 你和柳丁哥哥 一樣喜歡上學嗎 上學可以交到好朋友 還可以學到好多有趣的知識 今天柳丁哥哥和天竺竺姐姐 特別到台中遇嫌非營利幼兒園 要挑戰小小老師的任務 一起分享上學的有趣生活 好 小朋友 我們開始上課囉 今天我們兩位新朋友 我們拍手歡迎我們的柳丁姐姐 還有我們天竺竺姐姐 哈囉 哈囉 老師 早 小朋友早 你們好 我是柳丁哥哥 我是天竺竺姐姐 好 那今天我們就是有 兩位小老師在進行 就是跟我們一起上課 說好不好 好 來 上課 哈囉 夜市呢 我們有分做了哪些 堂圍嗎 燒烤 沒錯 對 好 有定格的可能就是在幫我麻煩 就是燒烤組合的 對 我們可以去 然後再來是天竺竺姐姐 很麻煩你幫我 布置那個糖葫蘆組的 OK 那全部小朋友請起立 好 起立 小老師大挑戰 任務來囉 和小朋友遊戲互動 考驗小朋友現場反應 觀察小朋友學習狀況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請問是燒烤店嗎 不是 那我可以 我要兩根熱狗 然後一個甜酥辣 跟一個烤香菇 然後跟一串烤豆干 你們不用烤嗎 不用那個嗎 灑一灑嗎 煮好了 煮好了 請問這樣多少錢 兩千 好 自己給你 謝謝你 太棒了 好香喔 燒烤店的老闆們很不錯喔 再來看看天竺鼠小老師 和糖葫蘆湯吧 老闆 請問 你們的糖葫蘆有哪些口味啊 有糖葫蘆 番茄 那我今天想要 一支草莓口味的 然後跟一支綜合的 謝謝老婆 很豐快 很豐快 原來小朋友在上主題課程時 老師的引導是非常重要的喔 除了要觀察小朋友在 課程之中的表現外 也要適當地引導小朋友 進入學習課程當中 讓小朋友可以 老師 果然好棒棒 接下來這個階段的 體能活動課呢 就由柳丁哥哥還有天竺鼠姐姐 帶大家來進行囉 小老師大挑戰 任務來囉 帶領小朋友暖身 防止受傷 體能訓練 鍛鍊大肌肉 協助小朋友 並提醒注意安全 沒錯 那麼小朋友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在運動之前 暖身暖身 這樣才不會受傷喔 所以小朋友 現在我們一起來 暖身運動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散開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六 六 五 六 七 八 十八 Go 加油 好 安全第一 很棒喔 好 可以了 出發 好 換妳下一個 來 換妳 爬過去就可以換妳了 對 小心 好 很棒喔 要轉身 這邊的轉身 來 小心 對 專心 對 確定好下一步再往前走 我們慢慢來就好 我們都會等妳 不急 體能活動課果然是比較累的 老師除了要帶著小朋友 鍛鍊他們的肌耐力 培養他們的肢體協調 還要顧到每一個小朋友的安全 一刻都不能分心 老師真的好棒棒 上完了兩堂課 終於到了點心時間 不過吃點心前 一定要先把手手洗乾淨才行 小朋友也一定要把點心吃光光 做一個不挑食的好寶寶 柳丁哥哥 今天我們當了一整天的小老師 你有什麼心得感想嗎 我覺得幼兒園老師真的很不容易 要十項全能才行 沒錯 所以每一位老師都是最厲害的 面對這麼多的小朋友 一刻都不能鬆懈 因為爸爸媽媽把小朋友交給我們 每一個都是我們要信心照顧的小寶貝 園長 那妳覺得我們今天表現得如何呢 我覺得今天的柳丁哥哥 還有我們的聽竹竹姐姐 跟我們的小朋友老師們 大家都非常的棒喔 所以我今天要來頒發 小朋友你們說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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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老師基本上都要有 具備專業的能力 在班級裡面會觀察到 每一位孩子的特質 讓孩子在生活當中 可以發現很多很多的不同 尤其是老師在教室裡面 又是一個觀察者跟輔導者的角色 具備這樣子的能力才能夠 把幼兒園的每一位孩子照顧得非常好 忙碌了一天 看到老師的辛苦跟滿滿的愛心 覺得幼兒園的小朋友 真的太幸福了耶 沒有錯 而且爸爸媽媽看著小寶貝上學的時候 開開心心 平平安安的 也會覺得很放心喔 對啊 那今天柳丁哥哥 還有天竹叔姐姐的小老師挑戰 切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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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每一位 私